首先想為大家介紹 剛剛為大家舉得非常精彩的 儀樂四龍獸的幾位老師 好嗎? 張濤老師 王燕亞老師 王燕梁老師 跟王鑽翔老師 在我身後的 是剛剛為大家光琴讀奏 也是在我盤奏的 也是我們今次的 演唱會的一門總監 吳慶龍老師 大家好嗎? 好 好 好 紅館的感覺是不同的 紅館的感覺是不同的 是可以 真的親眼看到大家的 很害怕的 那種感覺 這次特別 連三餅的朋友都可以看到 連三餅的朋友的樣子都可以看到 是有點... 大家有嗎? 有 其實這樣也算是很好的 因為今天又不是假期 假期已經過了 大家又要上班了 是不是? 明天又要上班了 是不是? 如果這樣已經算不錯 就好了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一點呢? 好 大家再兩次好嗎? 大家好嗎? 好 對 對了 這樣就好一點了 大家都想好一點的 我也想好一點的 首先一路歡迎大家 今天來到紅館 和我們做過這個晚上 剛剛過了聖誕節 馬上又要過新的一年了 每次來到這些時間 除了大家在電視上見到很多回顧之類的東西 那... 那... 還是有一點傷感的 那... 那... 首先在這裡 如果 大家今天既然進來紅館這裡 是不是? 那... 那... 不要那麼傷感了 也不要回顧之前的東西 好嗎? 那我們今天盡量用你們的方法 去享受今晚的演唱會 好嗎? 是不是? 都給點錢了 是不是? 是嗎? 如果不進來 不進來享受一下 就好像很... 不划算 是不是? 是嗎?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進來的 紅館朋友 如果大家想叫的 隨便叫好嗎? 好嗎? 儘量做一些 你們平時在街上 在外面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是... 啊... 比如跟我一起唱歌 這樣 如果在街上唱 很奇怪的 是不是? 但是這裡不同了 是嗎? 我們可以試一下 我的心真的 是嗎? 是嗎? 你想一下 如果在街上這樣 那多特別呢? 是不是? 當然啦 如果大家想進來 是想笑一下 那你覺得我好笑的 那你就要笑一下 是不是? 實際上本人也是好笑的 是不是? 要不然怎麼會拍這麼多喜劇呢?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拍了一齣很認真的戲 叫我個卡門 是不是? 那我很認真的 那最近本人的樣子 都拿了出來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就做表情包 真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 看到我們想笑就笑 當然啦 如果大家聽到我一些舊歌 或者一些傷感的歌 有些感觸的 也可以在我們的燈光 微暗的時候 可以隨便留一兩地眼淚 你們這麼奇怪 可能你們也會笑的 可能我真的很好笑 當然啦 因為本人唱歌都唱了39年的 其實 就快40年的了 就快40年的了 相信我當然也陪大家 度過了很多不同的時刻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感觸 那無所謂的 這裡是容許大家可以去落眼淚的 反正你不小心看一看 旁邊那個哭得比你更厲害 所以沒什麼所謂的 好嗎? 盡量用你們自己的方法 去享受今晚的演唱會 在這裡我向大家保證 我和台上表演的每一位 老師 每位老師 都會盡我們全力 為大家帶來一個 比較精彩 和比較愉快的晚上 好嗎? 好嗎? 好 好了 那... 首先我正式歡迎大家來到 將來有60家的演唱會 好嗎? 不明思議 60家本人已經是60... 有家了 我不算是家了 只是家家 今天看下去 都沒多少位是 比我更家家的啦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本人60家的心情 以前我很害怕六十 為什麼很害怕六十呢? 因為本人有基因的問題 我家裡的男士 我父親和我的祖父 其實在一到六十 身體突然很差 不是的 我祖父在未到六十已經很差 真的 所以我自己在心理上是非常害怕的 有女兒也很希望我自己很像我媽 但我的樣子也很像我爸 我很希望自己很像我媽 因為我媽那邊 就是我太婆、我婆 全部都是一百歲的 對,全部都是一百歲 所以我自己很擔心 究竟我是我爸爸那邊 還是我媽那邊 我樣子就像我爸爸 但我相信我的基因是像我媽的 對 所以在六十之前自己很緊張 究竟我六十之後會怎樣呢 會是怎樣呢 所以當時好像等世界每日 真的 真的好像等二千年 那時候的心情 原來一過了就好像二千年 過了原來沒事的 已經過了 於是我就開始想 我六十歲應該做什麼呢 那 那 難道真的拿著一張 樂油卡 這樣去搭地鐵嗎 對不對 那兩元 那兩元不斷坐嗎 對不對 那沒有理由的 所以呢 我在想想想想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做回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 好嗎 那我相信呢 那我相信呢 很多去到我這個年紀的朋友呢 都是 都是這樣選擇的 有些喜歡睡覺啦 有些喜歡去 睡著睡著 那本人呢 就是喜歡唱歌的 唱歌也是 唯一我自己 會做 也是唯一我自己覺得 做得比較好的一件事來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在家裡開始 不停地練歌 也不停地拉筋 那發覺我還可以 發覺我還可以下去 這樣 其實跟五十歲 那時候呢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那原來只要我們自己肯做 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六十加這個演唱會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夢想成真來的 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我自己真的做得到的 首先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在過去的三十九年 那無論 我曾經比喻我自己 好像一個列車那樣 那一路唱下來 一路有些人聽 有些人走 有些人上車 有些人下車 那無論在哪個時候 有哪個時候 開始聽我的歌都好 那我也在這裡多謝大家 陪我走過一段 非常之精彩的過程 那也都給我 可以在六十加 在洪湖這裡 再開一次 我是演唱會 多謝大家 謝謝 希望大家不要抱著 將來有六十加 我想這次也是最後一次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不是很聰明的賭注 因為本人不相信 我自己還會繼續唱下去 因為本人不相信 這樣吧 如果本人繼續唱下去 你們又繼續來 好嗎 我也相信在七十加會 我會帶一個完全不同的唱會 是那些 不是這樣的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 帶一個完全不同的演唱會 或者更加清楚 都還沒頂 對吧 我們一定要懷抱著 非常之好的願望去生活 希望大家可以保持 大家的身體健康 好好地過生活 再過幾年 再過幾年 你本人就七十的了 那我們七十加再見 我六十二嘛 是啊 那我再過幾年 是不是就七十了 對吧 對吧 希望大家保持 大家身體健康 那我們一起 付我們七十加的約會 好嗎 好 謝謝你們 那我自己想想 六十加這個演唱會 究竟有什麼 跟以前的演唱會不同呢 那 所以 我們這次請來我們的 觀念樂團 謝謝 在我山後面這個建築物 樓高四層 那 在裡面坐的 全部都是我們這次 為大家表演的樂手來的 樂手老師 在最頂層的 上面呢 就是 剛才我第三首歌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了 程不禁的時候 我為大家介紹過他們的 他們呢 就是負責我們這次的 流行音樂部分的 樂隊老師 在這裡我們一試過 給他們掌聲 好嗎 謝謝 那在這麼多位老師裡面 只有一位呢 是屬於香港籍的 那不知大家會不會 猜到是哪位呢 我請他走出來給大家看 好嗎 麻煩你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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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我贏你 謝謝 謝謝